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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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都不会 我太真再见 哈哈哈哈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着急摔了 啊 啊 啊 太着急了 这摔惨了哦 地上很滑应该是 哎呦 怎么了 摔了一跤啊 哎 要不找个地方坐一下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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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主要太着急了 她看到妹妹跑了 我看见我妹妹往前走 然后我经过上次的一个教训 我觉得肯定不能让她这样 必须要追上去啊 当时就不要急 就会冲过去 画画碰碰 呗呗 现在我轻轻的抚摸 我都能够把到剧烈 轻轻的抚摸 剧烈的疼痛 这是什么用词啊 你在这等一下啊 我去把 我去把那个妹妹找回来 我去把那个妹妹找回来 嗯 没有你不喜欢我的 啊完了 谁又多了一个 没有不喜欢你啊 啊 没事 妹妹跟哥哥一起玩吧 哈哈 妹妹 哎呦状况多多 她们走了 哎呦你不喜欢我 没有你这是今天这是瞎说走 她说赶紧帮她去找一下她的妹妹 一找她的妹妹就被我妹妹发现了 然后就开始吃醋了 然后说了一万零一次 你不爱我了 爆哭啊 啊 哎呦哦又来了哭得好厉害 我抱你哥抱你哥抱你来 哎呦 哎呦 徐晓明应该可以接一个醋品牌的代言 哈哈哈哈 崩溃时刻 她真的是天心去哭神 我看萌萌哭的频率也没有她那么高 萌萌你不要乱跑好不好 哥哥刚刚半岛了 我现在追不到你了 妹妹哥哥摔跤摔到了 知道周密摔倒之后萌萌的反应是 A哭着要去找妈妈 B给哥哥拿创可贴 C求助徐浩哥哥 D轻轻摸了摸周密的伤口 下面进入请回答1897答题时刻 太难了吧 这种题目毫无逻辑 真的很难 他就是这样没有逻辑的 完全口猜 他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就是这样没有逻辑题 有些人成了赢家 有些人什么都没有 我 所以现在 一能静老师和汪速龙老师 是领先全场的两位答题王 那我好难 我左喵 右喵 这一集他们俩都选A 喵就已经犯规了 来 CADAD 一个有趣的题型 都是为什么的答题 我因为就是我就想选一个没人选 因为我知道之前的那些答案 完全毫无逻辑 就是看每个答案都对 每个答案又都不对 对 对 选A的呢 因为妈妈是一个最难想的人 剩下其他人都在现场 所以我觉得以他的逻辑可能比较跳远 他会想到一个最远的人 我是有逻辑的 因为刚才那个 他哥哥周密 在后彩中说轻轻抚摸自己的伤口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来源的 所以我就选了D 那你还是不认识周密 好 那我们赶紧看一下究竟哪个答案是正确的 走走走我们晚上走了 往上走 我现在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 我想找妈妈 我想找爸爸 强者还是强者 哇你们俩太厉害了吧 我决定后面就是相信我喵到的答案 很多人说这里面的题没有逻辑 但是只有我跟静姐能够在里面发现逻辑 为什么呢 看似毫无关联的题目 其实是有着千变万里的关系 静姐选对我觉得是完全我 我是觉得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 怎么那么了解孩子 我来说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其实逻辑 是因为当一个孩子 他认为现在的状况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妈妈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太懂了 可以 我要找爸爸 我要找爸爸 萌萌你不要这样哭 不会这样显得我是个人贩子 哈哈哈哈 周密自己最老综艺吧 好想看到 但是他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就说要妈妈了 我在想 他从来没见过他哥 这个样子 他可能有点害怕 对吧 那我当时看见徐浩其实也挺无奈的 为什么他看见他的妹妹也在哭 我的妹妹也在哭 我这儿这个受伤了 徐浩一个人要带三个人 我其实 挺不好意思的 我已经料到今天会是这样的 哥哥的腿要去看医生了 我们去看看他 我们去看看他 你叫什么医生哥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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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孔雀吗 这是孔雀吗 这也没有什么毛 那是电光吗 他好的也挺快 对他好的也快 其实我内心是很纠结的 虽然我会很烦躁 但是我会站在他角度去理解一下他 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 再加上谁不想要自己的亲哥 对自己有一份独一无二的爱呢 在这方面理解他 但在另一方面 我就觉得他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再开阔一点 你能感受到哥哥对你的爱 你也可以就是分享一点点出去吗 说得好不对 对 坐吧 我要找妈妈 这个就是找妈妈 来 哥哥抱 太惨了一天了 我要找妈妈 啊 啊啊啊啊啊 钟蜜心里说我也想找妈妈 哎呀你看那个熊猫在哭 那个熊猫在哭 哈哈哈哈 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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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你看他哭得多伤心 你看他哭得多小 你看他哭得多小 我 我想找妈妈 啊 啊 哥哥是自己奔倒的 你不用哭好不好 你看 你看一秒这个雪 看见没有 手也断了 你这 这什么套路 这太可怕了吧 蛮子汗的训练 这雪和痛的教训 你看一秒这个雪 看见没有 手也断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断了我们可以把它修复好 但是我们不能哭 好不好 不要 你看你看给你变个魔术 看他又可以活动 这是什么 感觉 好烂的 来 好 太烂了哥哥 我想妈妈 啊 没事不要哭 哈哈 我都想妈妈了 萌萌不哭了 That's ok 你看 哥哥和妹妹来安慰你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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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妹冷静一下 你看哥哥在腿上 看到这里没有 没事没事 妹妹有东西要给你 来 哦 谢谢谢谢 你腿现在咋样 那我试一下 那我试一下 不是你看你能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叫个 叫个医生来抬一下 抬 夸张了 我先打个电话试一下吧 不用了不用了哥 走吧走吧走吧 哎呀没事没事 萌萌走吧 不是你确定一下能不能走 要不然你真的 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 又不是没办过对吧 我不想就是说 让他们失望 他们好不容易来一下 就是摔倒而已嘛对吧 我不想因为这个小事情 没有享受到这次成都的愉快的 愉快的旅程 浩哥 要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怎么样 什么好玩 你还能走得动吗 回去啊已经已经ok了 那个那个要非常的有效果 我感觉 大目至今你得休息一下 真的没事过去休息嘛 好 你们那个腿摔的不行 回家了 回家了 这两天已经哭到不行了 两个小朋友 这个抱着也是挺难抱的 所以这种地方一定要带腿 对 因为你会买东西 然后你会准备它的水 然后什么 一定要一个车子 小妹来洗脸刷牙洗澡 我要给妹妹洗澡了 拜拜 拜拜 来吧 讲故事了 我这里有哎真的有 躺好躺好躺好 来抱着兔子 你今天为什么哭啊 姑姑 我把腿摔脱皮了 然后她 然后你的腿就流血了 我会洗澡 我其实妹妹很担心 那你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好 我只是想去大小猫玩 好好 找大小猫玩 你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摔倒吗 因为哥哥是姐姐摔倒的 挺好的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跟你说 萌萌 哥哥 是追你 因为我看见你在跑 我想保证你的安全 我只是想找大小猫玩 所以说哥哥不怪你了 嗯 嗯 好吧 抱着你这个兔子 睡觉吧 哎呀 睡了吗 睡了睡了兄弟 哎今天蛮不好意思了 没啥 乐园都没去 哎呀 早上坐车又坐醋 哎呀 腿还好吗 没什么问题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本来 你受伤了 你妹啊什么的 你以为我得顾好 但我 我真的 哎呀 想想都头疼 我妹怎么那么爱吃醋 你妹会这样爱吃醋吗 哎呀 我觉得这种情况 其实我妹妹也有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小孩子 她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他们俩在聊天 就是有一种 家长聊天的感觉 家长聊孩子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她对我的安全感 还是不够 她可能还是觉得我会 突然会爱上别的妹妹 或者怎么样 嗯 应该是这样的 小说我要给我妹妹 那我就直接 把话说明白 我说 首先我不会不爱你 你是我的这个 亲生 不是亲生 对就是亲生 对 那个意思 你如果说我不爱你 那只能说明你在开玩笑 反正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薛小妹道理都懂 但是她就是 扭不过那个劲儿来 她一到那个情绪里 她就出不来 其实你说的一句话 她都在听你 对对对 她还偷偷在那笑 特别敏感 她偷偷在那笑 还偷偷在那笑 crazy 所以我在思考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现在想的办法 就是每次 我觉得可能他们俩会 吃醋的东西 我都会提前先问一下我妹妹 这是个好办法 我会用这种办法 我觉得会好一点 其实会好一点 我觉得可以 其实我在你身上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这个人 一直是比较浮躁的 我觉得 这个浮躁已经渗透到 我生活当中 每一个细节 对 有个妹妹能 让你多一点耐心 那明天我们就 早上起来 然后收拾好 就去那边 行吧 那我们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 反正我觉得你说的 那个办法非常的 可以 行吧 那我们就打好配合 可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欢迎来到成都 晚安 晚安 结盟了 周薇太好笑了 徐小妹有一句口头禅 就是我再也不喜欢哥哥 就是在这个情绪的头上 经常会说一些这种 比较伤人的话 给到自己的哥哥 其实我觉得好像 我们生活中 也时常会有这种情况 可能因为自己 在情绪的气头上 或者伤心到头上 会对身边 特别亲密的人 说一些伤心的话 我觉得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吧 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事 跟陌生人发生了争执 你可能不是那么太想计较 说他是怎么看的 你是怎么看的 互相不能说服也就算了 但是跟亲人的话 你可能还是希望 让彼此是认同和互相理解的 但是在这个中间 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不耐烦 另外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亲人 不会怪自己 无论你怎么样 他都是爱你的 会原谅你 我觉得可能基于 这两方面原因吧 但是我是那种小时候 会肯定会 但是越长大 就越来不会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爸爸 心也会痛 有一次小时候是 我妈妈反正是打了我 肯定因为我做错事情 妈妈打了我 然后我在房间里面 很生气 就自己那样叫劲很生气 然后我听到 我房间里面妈妈在哭 那个时候 我现在印象里面 就是记得我是害怕的 妈妈怎么哭成这样 然后我去还抱着 我妈妈一起哭 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妈妈说什么什么 之后就越来越好 就会懂得这个东西 我是那种胳膊肘 非常往里弯的人 我就是强力的 家人捍卫者的个性 就我一定是对家里最好 然后最开心什么的 所以我也会 严格的要求我先生说 我不管你在外面多累 回来一定是要表现你的开心的 所以我先生如果今天回来 我发现他情绪不太对 我就会跟他讲 我说你今天很累 对吧 然后我说 我说那你赶快去房间休息 然后等一下 休息到晚上 去给米莉讲故事 就是我 那万一很累 休息睡着了呢 你的问题也真的是 万一睡着了 什么的 什么的 蒋哥知道 你睡起来呢 你睡什么睡 什么睡 什么睡 就是我不太爱 是不是男生跟女生这种情感表达 方式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对 我女儿猫猫哒她有时候跟我们去抒发感情的时候 她就会把我爱你我想你了就会挂在鬼边 但是我儿子很就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那样 但是她长大了之后就是男生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张亮说的对 我儿子小时候很爱说他爱我 但现在就不太说了 但是我是强烈的在对世界表达爱的人 所以我在家里非常可怕 就是早上起床了妈妈爱你 洗澡妈妈爱你 老公我们去吃饭好不好 我怎么那么爱你 今天怎么那么帅 我就是嘴巴很甜很甜很甜 好好呀 我其实很羡慕能够很善于表达情感的人 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每天说最多话的时候 是在工作中或者是在比如说节目上 但是可能跟身边亲近的人 比如爸爸妈妈其实我是很少沟通了 然后也从来不会表达爱这个字眼 其实我还挺羡慕会表达 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表达吧 因为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如果你再不多说的话 那就摸都摸不着了 嗯 我也要反思 因为如果我跟我老公说 老公你长得好帅我好爱你 他肯定会 我觉得他会陷入到一种恐慌中 亮哥 刚刚这个话题我脑补了一下 回家跟我说 妈 我爱你 我妈 我妈肯定会特急 儿子 那个你有什么事 就是咱们一起商量没事 没有过不去的事儿好吗 不是 你们不要想像 儿子都掉了 你们不要想像一表达爱就是那种方式 比如说可以 像我一直鼓励我先生 因为我先生东北人银铁直男 他就是那种 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就直接跟他说 妈 那个你懂的 好了 就这种 都在酒里面 你懂吗 你懂吗 那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就是 我觉得就表达爱是一种习惯 它得形成一种模式 这是要有有爱的互动 对必须的 不能冷漠 我觉得冷漠是最伤人的 对冷漠是最伤人的 特别巧的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播出 那一周恰好是母亲鞋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也还行 你懂的妈妈 你懂的妈妈 妈妈我也爱你 我没事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富人杰兄妹一直在跟这个功课 作业跳绳在做斗争的这一组 这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未来的体育老师 肉是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月子开始画 每天小腹就是正的那样 我刚才还以为是录音机呢 刚才是她自己的画是吗 她是这种风格的 hello I'm Phoebe 他在敷脸啊 My Chinese name is Fu Xinyue I'm five years old I like wear pink skirts I like sea and beach 一会儿我去洗漱 你看着这个视频 把这个复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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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复制任务 亲自录制英语教学视频 然后 再过一个多小时 然后小库库库就来了 所以赶紧去 我想让这只狗来激发它学习嘛 因为它知道我满足它一个一直想要的心愿嘛 它肯定觉得哥哥对我这么好 我肯定要好好学习 让这只狗很激发它学习的动物 hello I'm Phoebe My Chinese name is Fu Xinyue I like sea on the beach I like sea on the beach My Chinese name is Fu Xinyue 哥哥 那我在学的时候 你可以就变出来小狗狗了吗 你先学 你先学 哥哥也是很决绝 你先学 为了狗狗 希望你能快一点学会它 你会一会儿这个小狗狗就来了 这个小狗狗就来了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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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咋样 哟 哟 厉害了 厉害嘛 上黑板 今天的快乐学习生活开始 快乐还是一家快乐学习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坐好 第一盘开始 Hello everyone I'm Phoebe I'm my No I am 记录这个词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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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pink best A 太棒了 对了 其实 I'm swimming I like sea and beach A 他蛮会教孩子的 他其实这种夸张的 乍乍乎乎的 还鼓励 其实孩子特行的 是的 遇到好的老师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沙嘉要关注一下 体育老师跟音乐老师 他们身体总是不太好 因为每回就是一要上体育课的时候 老师都请假 哈哈哈 那个半主人就来说 体育老师今天又请假了 我给你们上一节数学课 我觉得这有问题 没问题 捕捉到来是星星 福星你发现没有 其实你好好学能学得挺快的 对不对 对 你看看着我现在都快能背出来了 对不对 对 太牛了 太牛了 要让妈妈大吃一惊 妈妈 哇塞 福星这么厉害 福星月的这个气质跟五官 是一个超模的好料理 是吗 他就是可可塑性很强 对 包括他的眼睛 就是眉宇之间的那就是那个气质 亮哥 我认证 亮哥看着我的时候 我知道 我刚才去看谁 你是超模的超模 你没当超模就是给我留了口饭 别别别 也是这么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特别好 然后呢 一会儿要迎接狗了吗 是的呀 给谁打电话 喂王子凯 一会儿 我让我妹妹来娶小狗 可以吗 其实我有查阅过资料 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 不仅仅是我妹妹的一个衔接 也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衔接 所以我觉得这次让她去接狗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还有工作人员的保护之下 想让她一个人去尝试一下这个过程 可能我爸妈在家的时候 是不可能让她做这种事情的 可以 我觉得在小时候给她一些锻炼是好的 是尤其是这样 其实是安全的 在安全的前提下 对 好 你现在已经到了是吧 对啊 我已经到了呀 好的 快点好吧 一会儿他来了 你你照顾一下他好吧 好的 想要小狗狗吗 想 过来我给你说两个事情 是不是想要 一会儿 你 自己去拿小狗狗 在那里面 在外面 哪个外面 我给你画张地图 拿张纸过来 你敢医院去拿吗 不敢 不敢 哈哈哈哈 你看 看 这是小区后门 对不对 嗯 小区后门 然后 一直往这走 这边是哪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边是小店 超市 就是我们平时拿快递的地方 嗯 然后这边 然后你 你在这条路上 你会看到一个 你能看到这边 黄色的 你看 这种建筑物 我知道 我知道 是雷支柱线 嗯 对对对对 因为那条路其实是 他上幼儿园的必经之路 他已经走到很多遍了 所以我知道那条路对他来说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哦 这样就好一点 快到马路的时候 你知道吗 嗯 左拐 然后你能看到一个红绿灯 红绿灯 嗯 我需要你 过这个红绿灯 过 怎么过 自己过去 过马路比较难 过了马路之后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又到一个路口了 看到没 嗯 这路还挺难的吧 你在那个路口 直接右拐 然后走到这里来 小狗就在这边等你 太懵了 挺远的 这也太难了吧 我以为在桥那边呢 哈哈哈 你敢过去吗 徐清远 嗯 我觉得你的话肯定敢 你敢过去 但是我一个人好害怕呀 看不懂地图啊 其实妹妹对这个危险平宫 还是挺清晰的 很清晰 按照我的路线走 可以吗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第一个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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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迷惑 但我觉得她的表达能力非常强 嗯 她的用词也非常 正确 我好 我真的好迷惑 就这种词 很明确 对 为什么你不能跟我去啊 因为我想锻炼一下你 你马上都 那要上小学的 不能所有事情都是我来陪着你 对不对 尝试一下自己出去一次 我干 我出去一次 真的 这些小狗混乱 可以吗 父亲 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做的 我要让她独自一个人 迈出这个家门 迈出这个小区 迈出这个街道 就是想让她知道 哦 其实我自己现在一个人 也能独立更生的 我也在长大 父亲 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做的 而且你有电话手表在身 我们可以随时视频 视频 嗯 怎么视 我先把电话手表拉出来 问题是你先把它给我带上 好 然后我说 哥哥 到底在哪边呀 我就一直跟你通话行吧 嗯 嗯 你不用一直跟我通话 你先自己找一找 不会的时候 觉得迷糊的时候 再跟我通话 可以吗 我们父亲人 那肯定勇敢 特别勇敢 走吧 Let's go 去把小狗牵回来 你可以的 哥哥在楼上看着你 你看着我 嗯 加油父亲人 等着你把狗牵回来哦 不会出去领会只丧熬来吗 骑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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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父亲月明明那么怕 一提到狗狗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 我们有没有为哪件事情说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 我小时候好想好想跳舞 然后呢就是想参加学校的那个舞蹈团舞蹈队就每次代表班级去跳舞 那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觉得我我可能不是那块料嘛 就每次都选别人 然后我为了能够去跳舞经常去他办屋室门口 在那里旋转啊跳跃 闭着眼 闭着眼 就是好像让他能看到我 但是老师看到我这样以后就更加确定不让我跳 你单天的老师门口 就是很生气 你单天的老师门口 就那个时候就奠定了我的性格 就是一个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想要的东西会去尝试和努力的人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你的努力有没有结果 这个其实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未必一定是有结果的 但是你成为这样一个人 也许一件事没有结果 也许两件事没有结果 但是总有一天会有结果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你努力必须要有回报 但是你不努力是一定没有回报 对 本场进去了 我会觉得就是 是好像你为了喜欢的事情在努力的时候 其实是你是忘了自己在努力的 对 是会有这个感觉 你是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即便你很累 你可能没睡觉 然后你实在搞不懂或怎么样 但是你还是很沉浸在里面 出于热爱就是不一样 对 好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妹妹 在独自去这个零狗狗的过程中 会碰到什么样的挑战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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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了 你看哥哥还是很担心 喂王子凯 我妹妹现在已经过来了 到时候等她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 拜拜 这边还真能看得很远 她这个战略指挥部的位置好 嗯 嗯 这个后面我走 我就走 超适合我上台的天 这一幕我又想起了这个周密 是让妹妹去给她 嗯 帮她取球鞋对吧 对 对 哇 阿姨已经走出视线范围了 看不见了哈 这还是有点怕的 四星月 你到哪了 哦还可以 还可以视频 对 没想到吧 哈哈 到哪里呢 到这了 到这了 看一下前面 对 这是不是我给你画的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啥 完全不一样 蜘蛛线 他刚刚说的 啊叫蜘蛛线 嗯 对 一往前走 一往前走 害怕吧 不害怕 那你就挂了 嗯 知道了 拜拜 其实她自己出来走以后 她慢慢的就有了信心 嗯 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哈 在家还有点害怕 出来以后就完全觉得自己可以找空 所以很多时候恐惧是自己给自己的 嗯 嗯 左转啊 哥哥我到这边了往哪边走 你再往左边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的小店 看到了呀 一排店呢 哦 然后有没有看到马路 看到了 朝你的左手边走 左手边 嗯 左 是这 是戴手表的这只手吗 哈哈哈哈 问住了 等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哈哈哈哈 这咋办 嗯 你给我看一下前面的位置 你 戴手表的手是你吃饭用的手吗 哈哈 不是的 是 这只手是扶碗的手带手表的 啊 所有手扶碗 对 就就往戴手表那只手那边走 呀呼 好的 那我走了 然后 走完之后 先给你看到一个 十字路口 他已经红灯了 我再停下 停下 停下 对停下 那你先不要打电话了 我先挂了哦 拜拜 拜拜 这闭头给啥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哥总是被嫌弃 是的 过红利灯也还算顺利哈 我们来猜一下是一个什么狗的品种 我猜哈士奇 雪拉瑞 我觉得不会是大型犬 对 对 喂 看到了 看到他了吗 他好像马上拐过来了 大斗牛 我好像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来了 看到了是吧 不是拔斗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小 金巴哥 哎呀好可爱呀 他叫胖胖 然后你把他带回去好不好 你要把他照顾好啊 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不 倒打电话给我 好可爱 好开心 开心了 这狗也挺乖的 是 据到狗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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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开心 走走 爸爸走 爸爸 有了 弟弟 有了 那你知道怎么回来吗 妹妹会如何回答哥哥 A 不知道我就问别人 B 不知道 但狗狗会认识 C 知道 这一块我都走了多少遍了 D 知道你永远别打电话给我了 好 又到了我们的请回答一八九七 答题时刻了 你现在就 我是觉得思考是多余的可能 对 就是直觉 真的 我就选D 我也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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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D了 321到量题版吧 来 有没有可能是B 就毫无逻辑 对 我觉得这个答案 就应该是孩子的答案 我真的觉得对 因为我觉得导演组想不出 这么可爱的答案 导演组露出了 导演组最会想这种无理头的答案了 好 我觉得D不对 他这么开心 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就太开心了 他就一直给他答案 因为这个妹妹 是自己的这个思维很清晰的 虽然哥哥的年龄大 各自高 但是就是妹妹的气场还是有点强烈 更强烈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兴奋自己完成了 接狗狗的这个工作之后 他可能会说出这个话 而且有狗就不要搁 这不是很合理的一个道理 对 好被你们说服了 好说的有道理 来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狗狗 就不要哥哥了呢 那你知道怎么回来吗 知道 你永远别打电话给我了 哇 恭喜 汪苏龙啊 看看我就跟你说 我想问一下它是每一只都是 当然了 你当我这两只狗是白来的吗 这两只狗是白来的吗 Hello 两只牛 对不起 金主爸爸对不起 有了狗狗连金主爸爸都不认了 是不是 永远别打电话给我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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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走走 小心啊 回来注意安全啊 当时就觉得真是个小孩子 就玩起来玩疯了就把哥哥给忘了 走 先 再加好 借鸽 现在 柳子 走 走 你终于回来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父亲 我给他买了胡腿肠 这个狗狗 好可爱 狗狗可爱吗 可爱 可爱吗 你真的一点不害怕吗 真的 一点不害怕 那你胡腿肠是自己过的吗 是看那个叔叔怎么过 你聪明 父亲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你现在下一名真正的小学生了 你不再像一样 这是什么鼓励 太厉害了 父亲 你回来之后我会觉得 你太棒了 因为你战胜了你这个内心的 这个这道恐惧 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回来就特别开心 就看他开心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铁铁铁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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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你再这样我就把你当成野狗 你信不信 你还蛮凶的吗 他就是看见你 他这样追小冬会怕吧 就是小狗吧 喜欢高大的 因为他们有一种习惯 就是他们看到高大的人 觉得会保护他们 一会儿给他打扮得特别少 一会儿给他打扮得特别丑 我找丑的配件 女生的报复心里果然很可怕 福建你不能这样子 这个狗是你带回来的对不对 那你也肯定要好好对他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喜欢他吗 那想要把他带出去 你说话 你扭他 你扭狗我明天就去扭他呀 今天下雨我没说明天也不扭 等不下雨咱们就可以去扭啊 对不对 那你想跟个家的狗 你一起扭 不会打架吧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让他 让他喜欢你 不是说他不喜欢你 你难过 你把他带回家 说明你肯定喜欢他对不对 那你就要好好照顾他呀 那你就要好好照顾他呀 嗯 嗯 我教你写作业一样的 你也不想写呀 倒不还是一直在教你嘛 教你写嘛 对不对 你你可以喜欢他 他就算不喜欢你 你慢慢喜欢他 他就会喜欢你的 你知道吗 嗯 嗯 又上了一课 人和动物之间的感情需要慢慢评养的 不是说我一带回来他就肯定会喜欢我 去学校老师肯定会喜欢你吗 同学肯定会喜欢你吗 那不是啊 是你做出一些东西让别人喜欢你 那才叫喜欢 喜欢不是伸手就能得到的 你要付出一些东西才能得到的 哎呦 哥哥来进去了啊 小傅 他好适合当老师 知道 喜欢不是伸手就能得到的 懂了吗 懂了 下面就不要对他那么凶了 知不知道 来 答应我这件事情 拉 勾 上 掉 一百年 不许变 谁变谁就是 胖 胖 好可爱 妈 所以小朋友是可以讲道理的 对 哥那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喜欢不是伸手就可以得到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聊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说对爱的人付出应该要求回报吗 要回报那还是爱吗 但是交换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没有不同观点 没有 我跟你说本来呢 可能有不同观点 但你说出这话的气势 让人不太敢有不同感 不是 我 哎 我这一遍还可以吧 可以 我非常赞同亮哥那一句 而且我觉得他可以不用有下半句 就是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那你付出那一刻 的那个行动就叫做爱 对爱的人付出 其实付出的本身就是一点回报 就是你付出的本身就很快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伟命题 其实我们在付出的时候 我们虽然没有要求回报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回应 当然 对吧 因为单向交流的爱真的太辛苦了 不管是友情也好 亲情也好 所以我们虽然不要求他对等的回报 但我们会希望他心里知道 有回应 对他有回应 还有就是付出 其实我觉得是会得到回报的 基本上你爱你的孩子 他到一定的年龄他会懂 他是随着时间之后人慢慢成长之后 他就会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像父母这样对我 于是我 开始把爱再给出去 但也是因为你小时候给过爱 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 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观察又要临近结束了 首尔姐看完了这么多组兄妹之后 对哪一组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周蜜家 我觉得他哥太荒唐了 但是也非常快乐 我觉得每一个家庭的沟通模式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有一个标准的 就像周蜜家的沟通就是那种很直接 而且就是你意想不到 意想 太意想不到 对 总是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各位成长见证官答对问题的个数 海普诺凯一八九七 答题答对次数最多的见证官是 净姐啊 恭喜望师傅我们答对了三道 恭喜望师傅我们答对了三道 我就等这时候你还给我说说一次 他本来准备起跳 哎 你 来 我们恭喜净姐答对了两道题 恭喜亮哥答对了一道题 然后也恭喜我们的安琪答对了一道 那么我们恭喜首尔姐来到零杂 没有来过 首尔姐没有来过这个现场 没关系 上次如今也答对了零杂 这个环节真的有必要存在吗 他早就想删掉这个环节了 我们要把这一环节做大做重 濃厚重彩的弄 走出亚洲 本期的获胜见证官就是我们的 谁啊 就是我们的汪苏龙答对三道 我吗 他真的是我 真的是你 我们想到 好意外 不敢相信 恭喜我们的汪苏龙获得了 我们海普诺凯一八九七成长 陪伴官牛小七一只 为自己赢得了一次海普诺凯一八九七 盲和强抽取大奖的机会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吃得好 睡得香一八九七特别棒 赐予哥哥们无穷力量的红蛙神器 海普诺凯一八九七 实力说明一切 在成长的路上一起打怪 感谢大家收看由海普诺凯一八九七 独家冠名播出的 兄妹成长观察陪伴综艺 我的小尾巴 我们下期见 金睾 好 在这做着啊 你坐着 哥哥才可以吃 哥哥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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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坐着 好吃不 好吃 好吃 哥哥还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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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燕燕是哥哥还喂 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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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哥哥 你不要叫傻哥哥 好不好 好 好 先生是不是困了 该睡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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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那小抖 我有看日本一座 游泳 我呢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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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下一个 还能怎么拍 欢迎和热烤 热烤 omg 吃的那个幼崽 吃的那个幼崽 欢迎一下我们研习所里来的新朋友 也是我的老朋友齐思军 大家好 吃我了 我看到鹅了 快点我们一起上去 麻黄 我就知道他不会平静 小鸡妈我想让你们的蛋蛋 小鸡我们不抢你的蛋 只是我们想要看一看 我们不会还给你的 我的心 哎呀好可爱啊 哎呦哥哥可以 你看妹妹的脸 明确的抗拒 十年变化好大呀 你们都有孩子了 你还爱我吗 哈哈哈哈 哥哥你刚不应该讲那个话 我背你们回去吧 先背谁 先背他 先背他 哦 我要哭了 哎 哥哥哥 有些小伟来啊 你啊 因为你是跟屁虫啊 那我就一直跟着你 把根上掉一百年不许变 哎呀 哥哥 啊 牵着你一只玩耍 围着我 黄小兔鸭 幸运有你陪我长大 说好不便宝 给你喜欢的兄妹助力 迎娶空降等独家福利 关注我的小尾巴 爱奇艺官方号 更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 解锁百种追踪方式 你的私人电视 尽在爱奇艺综艺 智能电视看我的小尾巴 就有奇艺果TV 爱奇艺专属流量 随时随地 想看随意 来爱奇艺和哥哥妹妹一起拍一拍 定格美好瞬间 打开爱奇艺pop app 解锁更多哥哥和妹妹相处方式 参与我的小尾巴同名活动 话题讨论 尽在八大app社区 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 多语言字幕 更多独家内容 抢先看 上微博参与我的小尾巴 话题互动 和兄妹在成长的路上一起打怪 上快手搜索我的小尾巴 一起来见证兄妹成长 来度搜索我的小尾巴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加支持短视频合作平台 瞄独百科 直接如此简单 打开百多地图 翻小组小组 下载车量 周末语一包 每次出席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海马体儿童正上馆 进入童年成长模样 情细远山 教育工艺给乡村更有用的课堂 来往医生们 视频道超级RTC 看经过精彩地绒 引发情感共鸣 版片助力 亲情陪伴 类是KTV媒体 玩转新场景营销 更多精彩节目资讯 请关注360娱乐 你开心就好 买钱尝一尝 用着更安心 护肤品查询 来美丽修行 感谢微博 快手 百兔App 百兔百科 新浪新闻 今日头条 江西新闻客户端 情细远山 宝宝树 妈妈网 鱼罐头 走狗娱乐 等小仙 成途娱乐 鱼老爷 热门摇控器 360娱乐 王姐 吉马拉雅 豆国美食 闪门 黄油相机 中华万年历 中华万年历 卫鱼 青鱼网 超级异星网 小鱼 黑鱼 掩客 发沙能量 观众网 亲家 德叉家 美丽修行的大力支持 最爱的发光台 哈哈哈哈 爱情练